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聖人 那今天我就要來為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個真理 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們,你們有在看台灣的電視新聞媒體 有在看電視節目台的新聞,直接把電視剪斷,把新聞給它摔爛 因為我說台灣的新聞,全都是假新聞 除了TVVS新聞台,但它也差不多了 它只是稍微是裡面最好的樣子 所以我還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你們其他的新聞都不要亂看 因為那都是假新聞,100%都是假新聞 你看我們陽明企業都要去告他們 但為什麼我們陽明企業到現在都不去告那些新聞台 就在說他們拍假新聞,那什麼NCC那些東西大家也知道 現在民進黨執政,他們也不管,就是說假新聞可以報 然後都不用罰錢,真的,你們不信到網路上去查 假新聞不用罰錢,你們自己去查就知道 現在台灣的這個執政黨,現在台灣的一個政府就是這樣幹 什麼意思,這個舉例要講,拿這個政治來舉例 像大家說不是說什麼,以前不是那個什麼假新聞 什麼中國大陸啊,那個新疆,那個新疆有什麼集中營 你在講什麼胡說八道的東西啊 就講了啊,就令人覺得噁心反胃,然後又討厭這樣子 你在講什麼鬼東西,中國有新疆營嗎 如果說真的有的話,美國的媒體早就報道 美國完全沒有嘛,美國如果說有的話 那個衛星早就拍到,就根本沒有 所以你看台灣的這個媒體現在在幹嘛 台灣的媒體現在在去找圖片嘛 因為大家都愛看圖片 把那個圖片啊,合成啊,亂編啊,然後編造給你看這樣子 所以說台灣很多的人就被騙嘛 要被騙的話又不能罰錢啦 所以說全部的人就說,這沒有罰錢是真的,是真的這樣子 我就是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就是說我們要這個修行實踐 我們要走正道,這些媒體喔,就是說你去看這些新聞媒體 假新聞喔,他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修行喔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裡面有很多東西是造假嘛 那造假你去聽去相信,你就會這個在無意中啊,造下惡業 那你在無意中造下惡業呢,就會讓你的那個內心喔 讓你的心喔,還有讓你的這個因果報應的這個運喔 讓你的運氣變得不好,然後讓你的心喔,造下更多惡業 那這樣的話呢,就在說,會成為修行的阻礙 所以說不要這樣子,就是說你們要看新聞喔,直接來看我們的頻道就好啦 我們頻道有什麼東西都跟你們講,比新聞還要更準一百倍啊 很多人都說我要看新聞,你看什麼新聞啊,你聽我們陽明切的講解就好 我們陽明切到底有哪一點沒有講到這樣子喔 我們的東西有非常的廣泛喔,我們陽明切這個就是組織喔 我們什麼東西都講啊,比這個新聞講得更加清楚還要明白啊 那你看那個新聞它只是造假,而且只是幾個圖片,然後你就相信喔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就是台灣的這個新聞媒體,就是造假 台灣的新聞媒體就會說什麼呢,就是說他們可能講真話 只會講那種一點點,然後故意讓你沒聽到這樣子 啊,講假話就是講很大聲的讓你聽到 第二個東西就是說,這個關於柯文哲事件嘛 這個柯文哲在那邊亂講話,大家有看新聞就知道說 這講得多離譜啊,胡說八道,說什麼柯文哲被關什麼東西喔 那些東西都是假新聞啊,尤其是這個三明治喔 三明治新聞也不用我講嘛,就是那個幾個最爛喔 爛到可以直接關掉新聞臺,這整個新聞臺給我停掉啊 多爛了一個這個新聞臺啊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東西就是說什麼,中國大陸怎麼房價一直跌啊 中國大陸啊,經濟不好啊,什麼的啊,什麼講那些東西 我就在說,中國大陸的房價有跌 你在跟我講什麼話啊,你在跟我開玩笑是不是 台灣的新聞媒體就是亂報導啊,就是冷犯熱潮嘛 這個幾百年前的新聞拿出來亂翻喔,拿出來亂講那樣子 那個資訊喔,資料就早以前的,然後複製貼上在現在的電視新聞臺上面 那麼100%就造假嘛,中國大陸喔,市場好到不行喔 中國大陸的經濟一直複輸喔,你還說什麼中國大陸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如果說我們這個有在修行的人,像我們有用這個理智啊,我們用理智去看台灣的新聞 就能夠看得懂啊,就看得懂他在講什麼東西喔 他現在就是在搞什麼意識形態,他現在呢,他就是要傳遞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的一個潛意識喔 他就要告訴你們一個訊息,就在說,台灣是民主國家,台灣最棒 然後中國是這個共產國家,這個專制啊,獨裁啊,就糟糕這樣子 這樣搞會發生什麼事情喔,搞到現在賴清德現在變得很誇張喔 他現在已經變成說什麼呢,變成說台灣的賴清德獨裁啦,現在就變成這樣子喔 我才一直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就說身為人喔,我們身為人就是要走維正道 然後呢,趕快去看我們養民企業救治組織的這個頻道 趕快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那些新聞媒體喔,電視線可以剪斷,不要再看啦 看著那些東西喔,只會讓你變得下地獄啊,變更笨而已喔 那打掰掰 吃滿足 吃滿足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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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